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国外的谈论GPT 以及能代替人服务到生活的各个场景 我们也得看看无搜索器模型技术 能否营造七晚之灵的神经 还有酸力底座 叙事AI算法的迭代问题 下周历会我们具体讨论 在人生那时明前还能专注工作 亏是我们连总 没想到我们秦总也会紧张呀 我就没见过你爷爷在新闻里笑过 第一次见他老人家 让我们不紧张 好轻松 你是我连选看中的人 戒指 难道他 你不用在意老头 我的事从小就是我自己做数 能设计出秦婉之灵的人 还有发现家长啊 那不一样 我得努力给爷爷留个好印象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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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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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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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吓死爷爷了 林总 林总 算醒了 今晚呢 今晚 是和你一起的那个女孩吗 他 他怎么样 他 带我去见他 林总 小姐 林总 快 救医者 快啊 小姐 小姐 一些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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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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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云木有最好的S1G玩家社区 他不可能离开 好了 林总 还是您看了比较痛 他如果还想谈 你就把分纯提高五个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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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想说 玩家进入的 不是一个设计师所设计的世界 而是每个玩家自己的世界 我只是他的发起人 而玩家才是他真正的创作者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三十六号秦婉同学的精彩分享 刚刚的概念讲解真的是科幻味十足 我们把问题留给下面游戏界的大拿评委们 张总 您怎么看 你这款游戏既不属于开放世界的RPG游戏 也不属于线性流程游戏 我完全看不懂 你这款游戏的可玩性 更别说 你要做的是一款主机游戏 制作开发和市场推广的成本都是巨大的 玩家的体验感是否舒适 这些你都考虑过吗 感谢张总的问题 白日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 它的底层架构参考了相听理论 而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玩家的记忆转化成数据后 连接拟针的物理引擎 模拟真实世界的物理法则 使玩家脑内在线真实的个人记忆 不是通过是网络所看见的 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白日梦 确实要实现这款游戏 还需要一定技术上的通过 火星移民在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可现在有一家公司 在做移民火星的生意吗 总要有人做第一家的 那为什么不能是我们 火星移民不是一门好生育 是因为你们的技术达不到 白日梦模式属于未来 对游戏技术没有追求的公司 太目懂它的前瞻性了 是它 怎么够梦里 怎么够梦里 你可以有想法 白日梦颠覆现在市面上 所有的游戏设计 但现在问题在于 你怎么实现 你说的可编程的梦境引擎 白日梦的技术设想 是利用最先进的脑机接口技术 再通过打造软硬间一体的 算力底座和叙事AI算法 将个性化的记忆 转化成跌宕起伏的 个人冒险故事 实现实景全真 还有数字结合的云烟声效果 果然前所未有 没有不冒风险就克服的风险 看来游戏界的未来属于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林总 谢谢你 刚才给我解释梦境引擎的机会 有兴趣为显游工作吗 显游 真的吗 我太愿意了 这是我的简历 我帮你吧 没事 我这么好好的 你 我去找我 不好意思 我去找我了 不好意思 没事吧 没事吧 等我听话 好的 林总 请问 我一定会让你想起我是谁 秦总 沙河宇宙的收购合同 你们确认可以签字 秦总 最后的幸存者 制作款确认签字 好 该去应付 董事会的老房门了 不唱这一会儿 想你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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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冰美事 谢谢 真是个美梦啊 秦总 还有个大帅哥 完了 陆远 她就是灵犀 对啊 好像我梦里的人 刚才那位是谁 樊哥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 你都错过我刚刚在台上经验表现了 我知道你一定没问题的 恭喜路远成功 谢谢 成不成功我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 有人认可我就很开心了 是刚才走的那位吗 走吧 带你去吃你最喜欢吃的荣小馆 庆祝一下 好啊 走 走 快跳了 张姐 你行不行啊 你这个要跳的呀 还不是你带的线路有问题啊 我 姐 你快来替她一局吧 我可带不动你 你自己玩吧才挤 谢谢 隐帆之路啊 樊哥最近又还小睡了 你们进展到哪一步了 登登小姐 我都说了 我们只是小四的好朋友 可不是吗 樊哥哪能看得上他呀 玩的游戏吧 路远结果怎么样 我老板是不是超有魅力啊 等着 老板的名片 他亲自给你的 嗯 通知我明天去面试 那 我们是不是要成为同事了 嗯 还不一定呢 有气角 你等一下 好 林总 听说险游集团计划 投入二十个影响发一款 完全颠覆性的超逆诊游戏 您方便透露一下 这款游戏的情况吗 这会是一款 真正的切人切变的游戏 游戏的逆诊程度 完全接近你真实时间 从前我有他将创造历史 在上市以后 欢迎玩家去探索 现在只能告诉大家 这款游戏叫 秦婉之灵 秦婉之灵 这是什么游戏 你 背叛樊哥了 大人说话小孩小打听 姐 不会那么巧吧 是巧合吧 我也不知道 这款游戏保密级别太高了 我只知道公司 有这么一个项目 老板哥从来没有 为那款游戏出行过 连飞天鼠货子彤奖 都是昆总代替大确林奖的 不过没关系 我们马上要成为同事了 这应该该比香槟庆祝一下 您还说不一定呢 再说哪儿来的香槟 我去买 快回来 只要心里有酒 喝什么都是香槟 喝这个 嗯 喝 我的呢 小孩子喝这个 不许喝酒 糟了 面试 哪儿有人约在这儿面试的 真奇怪 林总 你来了 这是贵司的新游戏 心跳回忆的纪念公仔 对 一个界面里 心跳回忆 谢谢林总 这地方你来过吗 没有 第一次来 我喜欢到这儿来找灵感 怪不得 您第一款建造的UGC游戏 就叫做灯塔 看来你做了功课 如果让你改进灯塔的话 你会怎么做 灯塔是一款创作工具 与游戏体验完美结合的游戏 不少建筑类的大学生 都用它来完成自己的毕业作品 说缺点 缺点 缺点是建造引擎的设计过于复杂 入门门槛呢也比较高 我觉得UGC游戏比较成功的案例 是斯塔米公司的我的家园 它的创作工具非常符合直觉 谈谈你的白日梦吧 白日梦的设想是使玩家脑内 在线真实的个人记忆 利用最先进的脑机接口技术 将记忆转换成数据后 连接拟真的物理引擎 将个性化的记忆转化成 跌宕起伏的个人冒险故事 好像目前没有一款游戏模式 可以定义它 对 它不需要被定义 想探索 历险 追逐 都是人类最原始的冲动 它符合人性 我可以支持你开发这个项目 真的吗 有一个条件 你说 换个名字 不好意思 林总 我 还是想坚持原先的名字 好 即使什么都忘了 你还是你 您说什么 慢点 气球 气球 我的气球 shoulders 看 它是成长吗 父亲 罗马 那个林总 我可以 谢谢姐姐 不客气 之前的梦 林总 我们接着面试吧 不用了 我已经很了解你了 那 卓一到公司报到 好的 林总 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 没有 你很像我一个老朋友 这么老头 是吗 能跟您成为朋友 他一定很优秀 是 他是很优秀 那他现在在哪儿 我的气球 我的气球 谢谢姐姐 嗯 嗯 对 对 对